从下刚讲到中国的经济全方位的恶化 直接反映在经济数据跟股汇市上面 那股汇市不能全面停牌 可是呢七大重要的统计数据 国家统计局直接全方位的盖牌 但是盖牌没有办法改变现实的结构 现实的结构是整个中国有非常多韭菜要跟着陪葬 以及现实的结构当这样一个号称全球第二大经济体 他事实上引动内部的房产跟金融风暴的时候 他对全球经济都会有所冲击 全世界都在关注说中国在习近平的领导之下呢 他的经济还有很多问题百病齐发 但是这样百病齐发之下呢 中国共产党是无所不仁的 当你没有办法解决问题的时候 他的方法就是当作根本没有问题发生 所以我们看到青年失业率开始盖牌了嘛 然后其实蓬勃就特别去整理 有七大数据中国早就盖牌了 所以呢中国是没有问题的 第一个数据当然是青年失业率 第二个呢蓬勃发现说 土地销售的数据其实也盖牌了 你知道中国的整个地方财政 是靠土地销售在筹授财源 中国的地方财政就叫卖土地 结果呢去年的卖土地就已经腰斩了 房市的危机筹整理面 看出来会比预想的更严重 再过来呢外汇储备中国从2027年以后 他的外汇储备的数字也盖牌了 几乎都是时间停格在2027 但是呢以中国其他公布的数据里面看起来的话 他的贸易顺差这些年是持续在增加的 应该外汇储备会增加很多 但是怎么都一直维持那数据呢 那个美国的财政部的前官员认为说 其实中国是把这些外汇储备呢 藏着一半起来 藏在哪边 因为他们的金融可能会出问题 要储备到有一天像刚刚讲的 他们会市他们的整个人民币 不断地在攀高之下 有一天要拿来做干预 所以是偷偷地藏了这个外汇的一个数字 再过来债券的交易 也已经把它盖牌掉了 从3月之后 中国的债券市场就已经大乱 然后债券的交易量 大幅缩减了30% 60% 干脆也把它给盖牌起来了 还有一个是COVID-19 武汉肺炎的死亡人数 这不是讲说过去的疫情期间 而是他们的财新网 中部的光浙江一个省 在今年的第一季火化的人数 比去年的同期增加了72% 去年他们还在动态清零的状况 那个时候有这些人染病 今年呢 去年12月突然之间 全面解封吗 那全面解封之后 中国就相信 就说 整个COVID-19被控制了 可是光在今年 它全面解封之下 火化的人数 光一个浙江省 就增加了72% 所以代表着 他们的疫情 还有很多状况 是被盖牌的 然后呢 学术资料库 也全面的盖牌 为什么学术资料库 全面的盖牌 因为他们很多论文 可能会引述中国的一些统计 可能会引述中国的一些数据 敏感的人 从里面可以看到真相 全部把你盖牌 最后一个 习近平现在的整个高层人士 不管是军方或什么的 所以高官的简历 这三个月也通通盖牌 变得非常简单 他过去的历练 他过去的治理 通通盖牌了 而政治局会议 以前惯例 每个月开一次 然后开了以后 会把内容讲出来 三个月都已经完全没讲内容了 不过他再怎么盖牌 房地产的设计事情 是盖不住的 小摩特别发表了报告来示警 光是一个碧桂园 包括是一个所谓的中农的话 大陆房地产的信托管理 大概换成新财币 12.3兆 都可能会再出问题 而且可能问题会更大 因为呢 光这些人就已经 这些钱就已经占了 中国的信托了13% 恐怕还有更大的风险 而且八成的地方政府 可能他们的一般的融资平台 都没有办法再继续偿还债务和本金 所以金融上还有财政上的风暴 还会更大 而碧桂园呢 他其实现在不只是影响到中国 现在连马来西亚都非常的关切 为什么呢 法国的费加罗普奥特别去追踪了 整个从2015年开始 整个碧桂园 在马来西亚那边做了四个人工岛 然后里面呢 投资了1000亿的美金 叫做一个森林城市 但是现在很担心变成超级鬼城 为什么呢 它是30平方公里 这么大的四个人工岛 预计呢 要有70万居民可以进驻 但是到目前为止 资金或什么各种状况 只完成了28000个居住单位 只有一万人完成了进驻 而马来西亚的新海峡时报 还特别报道说 整个90%的店面 几乎都完全废滞了 那为什么造成这个结果 因为他去了投资的时候呢 他预计呢 一平方米售价是2800欧元 可是马来西亚的人呢 平均工资才700欧元 你怎么可能买起这么高的钱 那他们当时是希望 一些富豪或中国富豪可以跑过去 而马来西亚政府又说 拒绝让外国人 来买他们的土地 买他们的房子 所以就销售不去 所以光这边 在马来西亚这边 就有一个超级鬼城的一个大地雷 月中刚看到的是 布林伯分析喔 中国实际的状况 比官方的数据还要恶劣 但是官方数据 今天也直接宣布要盖牌了 没有错 那经济好不好 其实我们直接从外汇市场的走势 就可以看得出来喔 好我们就如刚刚您官提到的 这几天我们都持续在关注 人民币离岸价格的这个变动喔 因为如果你看诈案 诈案是中国政府掌控的嘛 所以不准基本上 看在香港的离岸 代表国际市场 对你人民币的看法 所以你看到今天离岸喔 扁破7.34 而且甚至最高来到7.3494 也就将近7.35了喔 这不是今年以来的新高了 而且已经直逼去年 7.37的近年新高 也只差一点点喔 那所以呢人民币这样子一路扁 那不就在告诉你 就是经济不好吗 这其他也不用多解释啊 这跟你你要不要盖牌 都已经没太大差别了 反正就算你公布 大家也不太相信嘛 那再来就是对应的 亚币其实也受到很大的影响 那尤其是台币喔 因为毕竟我们跟中国的 购义关系还是非常密切 所以今天台币呢 也稍稍的走扁了 不过呢盘中可以看得出来 央行一直利手32块的价位 所以今天台币最高来到 31.981 收在31.974 小扁的7.9分了 那至于32守不守得住 我们就继续往下看了 那再回到中国碧桂圆的问题喔 不是中国自己倒霉喔 很多的国际投资机构也踩雷喔 我们在过去几天也谈过台湾的情况喔 现在国际投资机构的踩雷情况 也被统计出来了喔 那以金额来说 而且只看有买到美元债 有股票或什么其他都还没有算喔 以买到碧桂圆的美元债的呢 全世界第一名叫做贝莱德 买到3.519亿的美元 第二是汇丰的3.43亿 安连是3.01亿 那超过1亿美金的一共有6家 除了钢3家之外呢 还有富达瑞银跟摩根大通喔 所以这些踩到雷的公司 未来情况怎么样 我们要可以去留意喔 那再来就是中国经济不好 所以很多的国际投资机构 对中国今年的GDP的看法 当然就开始往下修了 好那小摩哇下修非常多喔 原本上半年还看6.4 现在只剩4.8 甚至他们还有一些分析师说 只看4.2 差很多 再来巴克莱 英国的巴克莱 从4.9下修为4.5 瑞银从5.5下修为5 不过呢还是有人持平 是渣打 还是维持5.4的这个成长率 好那所以呢 中国的经济不好 那当然就很多国家 要对他做评论喔 可是这一评论呢 中国又不高兴了 所以这个中国的外交部长 外交部的发言人 汪文斌就出来骂人了 他骂谁呢 他骂叶伦 你骂人说呢 其实骂人说的也没错啊 就是说你中国经济不好 会冲击亚洲国家嘛 好像台湾确实也受到影响了 不只我们的汇率 我们的出口也受到影响了 那骂人说 不只是亚洲国家 甚至全世界经济 都会受到你的影响嘛 结果呢 这个汪文斌就说 你太放大炒作这个相关的问题啊 你最终会被现实打脸 我们就等着看到的时候 谁被谁打脸喔 那他就说呢 这个解封之后呢 这个复苏的过程当中 难免曲折前进 他用这样子的名词 难免也会问到 遇到问题 我们正在加速解决当中 而且成效已经显现了 他的成效就是一个一个的爆雷吧 好我们就继续往下看 好那再来呢 刚刚这个 这个已经提到很多 关于这个彭博说盖牌的部分了 我再补充一个 其实是彭博没有统计到的 其实我发现他三月份的时候 消费者新银指数就盖牌了 消费者新银指数 不就最直接反映这个 中国的民间的看法吗 当然但是 而且大家听清楚 三月就很奇怪了 那时候明明刚解封 应该是市场最好的时候 大家最乐观的时候 结果你居然从那个时候开始盖牌 不公布消费者新银指数 这也未免太奇怪了 那再来就是 刚刚创下也提到的 这个青年失业率的部分 它其实不是只有青年失业率 是所有不同年龄层的失业率 全部都不公布 只公布总数 因为青年失业率很严重 大家其实早就知道 但是大家其实现在更关心什么 30岁到49岁 这一段 这个照理说应该是 社会的中间分子的失业率 其实现在也都快速上升当中 但是它现在通通都不公布了 所以我们回到这个青年失业的问题 因为其实青年失业 为什么大家是没关心 其实最重要是 这些年轻人很会用网路去骂政府 所以现在中国国家统计局说 大部分的毕业生已落实就业走向 这一讲出来 中国的网友就炸锅了 说你再去仔细查查看 什么叫做大部分已落实就业 你所谓的大部分 请问什么叫大部分 没有 也没有错啦 用统计的观点 就已公布的最后一次数据 是21.4 是4页 那换句话说 有将近八成是就业 那是不是大部分 真的是大部分 你也不能不说 说不是啊 那再来更大的问题是 这个数字可信吗 所以很多网友就说嘛 学校强迫我签 已经就业的证明吗 事实上我根本还在家里蹲 那这个数据怎么办呢 那还不止这样子哦 现在呢 路透公布说呢 中国的企业如果要IPO 路透是说到国外IPO 事实上我查了一下 不是只有到外国 在中国本地要IPO 就是它股票准备 要首次发行的时候 在发布所谓的这个报告的时候呢 就一般民众可能比较不熟悉啊 像一般一个IPO的报告里面呢 你除了自己公司的财报 你要去评估之外 你还要对市场 对产业都要有相关的评估 好结果呢中国政府要求说 你们这些律师在写这些报告 会计师在写报告的时候 你用词给我小心一点哦 你不准曲解 什么叫曲解 其实也没有 比如说外汇管制 你不准讲外汇管制 你只能说外汇管理 所以呢就已经知道了 至少有两家公司 因为这样子本来IPO报告 都已经送出去了 都被要求退回重写哦 那事实上呢中国早就在三月份呢 其实就已经颁布一个法律说 禁止曲解法律政策 环境评估司法制度等等 你都不准曲解 问题什么叫做曲解 当然是中国政府说了算了 好那对应到 我们看到会议有个动作出来了 这就很重要了哦 大家都知道会议之前 把美国的性质给调降下来了 现在会议警告说 我有可能调降中国的性质哦 中国性质现在是A加好 那台湾是A 两个A加好 其实是第二高性质 台湾是跟美国一样的哦 好但是呢会议现在说啊 我就看你 因为你的非政府在 的负债二话 非政府负债就是这些 这些房信或其他公司嘛 好那呢会议就说 我现在就看你 有没有要用扩张 这个资产负债表的方法 来知其经济 白话来说就是 你要不要用QE就是啦 好如果你做了这个动作 我就有可能要调降你的性质 从A加调到A 好那这就是个很大很大的问题哦 好那再来就是 为什么中国有这么多的问题哦 好那很大一个问题呢 中国的一个很有名的学者 这个西方研究院的院长 赵健他就出来说呢 其实中国是自己害自己啊 没有错美国这几年 在做所谓的去中国化 好那去中国化 问题是美国去中国化 你还是可以跟其他国家往来嘛 结果你自己去搞一个什么内循环 什么叫内循环 讲白话来说叫自给自主啦 我自己供给自己需求 我全部都自己来 好那你不跟人家往来 是你自己自断深入嘛 你把机会让给其他国家 那当然其他国家就抢了 譬如说我们最清楚的 新加坡当然就抢了香港的金融地位 那其他东南亚的印度啊 乃至于墨西哥 当然就抢了供应链嘛 这都是最大的问题哦 好我们稍后回来 正好刚刚看到的是CNBC专题报道 中国的房地产泡沫 事实上拖累了金融体系 拖累了股汇市 今天一早人民币再度贬值 那原因跟政央中心 事实上都是房地产大地雷 对中国的房地产到底有多大的风波 日本内阁昨天哦 发布世界经济潮流分析报告 他列举全球三个经济不稳定因素 第一个叫做乌克兰战争 第二个叫美欧货币紧缩 因为通膨太惨嘛 货币大量紧缩 第三个叫做中国房地产啊 所以你要知道 中国房地产从恒大到碧桂園 到晚一点 我们要讲的是国企远洋集团等事情哦 在日本内阁制的眼里哦 在日本内阁的眼里哦 跟乌克兰战争一样惨 哦这东西就是多大的喂爆弹 大家先有个概念 那现在状况是这样子呢 碧桂圆的哦 因为呢连续三个雷爆出来嘛 第一个是三半年亏 450亿到550亿人民币 哦这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情呢 11党公司在哦 14日停止交易 里面归我们大概157亿人民币哦 第三件事情让大家最大笑 就吓最大一跳 无法支付两笔到期的美元债的利息 进入到30天的关键期啊 大家会觉得说 到底这美元债有多大 碧桂園会没办法支付 碧桂園这么大公司 欠债一定很多吧 不好意思 2250万美金而已哦 六七亿的利息 碧桂園支付不出来 进入30天的宽限期 30天之后如果没有付 那就正式违约哦 所以现在碧桂園已经布上了恒大的债务违约 乃至于破产的状况哦 而且呢碧桂園的影响有多大呢 我一跟大家解释哦 中国有好多房地产 每个房地产瞄准的项目不一样 碧桂園呢 它瞄准项目是二三线的城市 里面呢 牵扯到数百个城市的状况 就说中国有的房地产是瞄准北上广深这种一线城市 插进去然后去做豪华的大楼 这个再怎么影响 就在北上广深这边去做影响 它的影响范围还有限 可是碧桂園哦 他从开始之初哦 他就知道不要走红海 我们走 不要走红海 走蓝海策略 往那种二三线城市去扩 所以整个中国数百个二三线城市 都有碧桂園的产业哦 所以碧桂園现在一岛等于中国二三线城市会一起倒 而且这些城市的常债能力又没有北上广深这么好 里面的银行的体质也可能没有北上广深这么好 所以这一系列从碧桂園由上到下所有公益店 可能会变成一个大型的金融风暴 而且现在有恒大 第二个有碧桂園 第三个卫包弹 国企的远洋集团啊 这对大家又是一个下调 因为呢 过去大家都想说再怎么样都是民营企业导弹就算 可是现在连国企远洋集团最近都爆啊 在8月15前哦 未支付一笔票据利息也不多 2094万美金的违约金啊 所以现在进入到违约 利息的状况 现在进入到违约 所以现在整个中国大型的房地产企业呢 从恒大 从碧桂園 从远洋集团 从民企到国企 现在一片啪啪啪全部都倒 而且除此之外呢 现在中国还有一个印以南的风暴 叫做中国版的雷曼兄弟可能会开始哦 为什么叫做中职企业集团啊 中职企业集团宣布有3500亿的人民币产品 暂停对付哦 我先这样讲 中职企业集团 中是中国的中 职是职务的职 大家觉得好奇怪哦 在中国被称作为中职系啊 中职系到底为什么叫职务的职 因为他在1995年在黑龙江成立的时候 他卖的是木材啦 然后做的是造职 所以他是那种职务的职 可后来在2000年前后呢 中职企业集团开始进去房地产业 进去金融业 进去资产管理业 所以中职系现在是中国九大的资本派系 叫做中职系 这也是大到不能倒的公司哦 不好意思啦 3500亿人民币 也就是1.5兆的产品哦 金融产品哦 暂停对付 什么意思呢 这1.5兆 你可能讲好 三年起我要去起付的时候 不好意思我没钱 我暂停 所以现在被讲哦 如果连中职系都要倒的话 就如同中国版的雷曼兄弟 可能会爆发嘛 因为那个债券或金融商品 不可能只卖给单一个人嘛 他会再包装再卖给其他金融商品 所以如果引发一系列的违约的话 那就会变成一系列的骨牌效应哦 所以中国现在从房地产到金融产业 都面临着骨牌倒闭的状况 所以中国现在有多惨 不好意思不知道 中国有多惨真的不知道 因为中国官方的统计局的发言呢 公开讲 8月份的青年失业率哦 不好意思哦 我们不公布 盖牌 盖牌 这个跟韩国语学的 对 这个民调是冷冰冰的 人心是乐乎乎的 失业率是冷冰冰的 我们人民的力量是乐乎乎的 盖牌 7月份16到24岁失业率 我们在那边讨论过 21.3哦 现在中国官方说直接盖牌 盖牌理由更好笑 他说经济在改变 统计的方式也要改变 所以先不公布 各位这件事哦 7月跟8月 请问经济发生什么改变了 所以现在盖牌 所以我们还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然后非常多外国企业 在中国的顾问公司 要去掉经济的报告的时候 都被中国认定为间谍行为嘛 所以也全部盖牌 所以中国到底有多长 我们还真不知道 可是有一个人知道 李嘉诚知道 李嘉诚最近干一件大事 让大家都吓一跳 前一两个礼拜 李嘉诚长江实业下了一个房产 里面这个开发案 我有特别去看 这开发案是比较边边 然后靠海没有错 626套的房产 7则大拍卖 然后呢 在12个小时内就完售 这很厉害 那时候他开卖的时候 大家都觉得李嘉诚发疯了 为什么 因为这626套房 有套房型 有两房型 有三房型 230户是套房型 28户是两房型 110户是三房型 套房型 1193万就买得到 三房型是4670万买得到 我讲是台币 他们就好贵 这在香港是便宜到不能再便宜啊 我打差跟台北的房价差不多 也差不多 因为他的1100多万的房型 我看了一下 他的室内实际坪数 大概有将近7坪 然后在台北可能是全赚 快要20坪的小套房 室内才会是7坪 而且他卖你 他还会说 组建物家 阳台可能有9坪 对 那这样这个很划算吧 对 因为其实他有特别算 我也特别去看他的Google店 他跟旁边比起来是7则拍卖 而且是回到香港行情 六七年前的香港行情 所以怕死人 你知道吗 香港买房是这样子 你要先入票 你入票就是要购买意愿 三万八千张入票 换六百二十六套房 三万八千个人去看这个房子 然后买了六百二十六户 等于是六十个票 换一套房 上市有这种记录 是一九九七年的记录 破将近三十年来的记录 那都觉得你这样的疯了 对不对 没有啊 他打七折 你现在台北天龙国打七折 也会这样 所以那时候大家都觉得 你家成疯了 对 结果卖完之后 冰棍原倒 大家就哇塞 李家成才是先知嘛 所以李家成绝对不会是 第一个大跳水的房地产嘛 所以现在连香港的房地产 也有可能会倒嘛 所以现在整个中国 真的是弥漫着一股未知的氛围 可我们一一一一感受到 中国的激动风暴正要来了 曾豪怎么观察这一段 对 这个彭博社跟赖清德的专访 在赖清德出访美国的时候释出 某种程度是这个面试 面试题 那其实呢 在这个过程中 我认为赖清德副总统 或是赖清德主席也很知道 这不是一个单纯的美国媒体 想要知道他对事情看法的一个访问 他背后可能代表了美国政府 对于赖清德 也就是台湾下一届很有可能是 总统领导人的态度跟立场 所以里面哦 你仔细看 刚刚很多问题都很尖锐啊 而且很多问题都不该是一个暴社的立场 都像是美国政府在质问赖清德 你到底在想什么的立场 我一来跟他解析哦 坐下第一时间呢 赖清德就说 我是蔡英文国安团队的议员 还一直说蔡英文什么路线 我就什么路线 因为过去所有蔡英文的路线 我是国安团队的议员 我都参与决策 我都背书 所以我不可能走跟蔡英文不一样路线 那彭博士还问很细啊 那你会不会宣布独立啊 哦 宣布独立这trouble make不可以哦 赖清德就说 台湾已经是主权独立的国家 名字叫做中华民国 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隸属 没有再另行宣布独立的必要 哦 这是标准答案哦 赖清德最近所有专法 还有公开讲话 都是这套答案的 对不对 台湾是主权独立的国家 名字叫中华民国 中华民国跟中华人民共和国不隸属 没有再另行宣布独立的必要 表示告诉美国政府 放心 我不会宣布独立 不会暴冲 那再来就说啦 因为台湾很多以美论 对不对 彭博士就质疑赖清德 如果中国对台湾局势升级 你对美国有多大信心 对 你要不要以美论 你是我们的盟友 那今天这回答很谨慎 因为你一下就说 没有没有 我不怀疑你 感觉很弱嘛 对不对 那你一样 你也不能说我怀疑你啊 你要给我保证 这样也不好 那今天讲的很有技巧 他说台湾 美国是台湾的亲密好友 是政治经济人权社会的合作伙伴 世界上所有民主国家 包括美国都会知道 维护台海和平 是符合国际的共同利益 他这回的坦白讲 是蛮有这种不卑不亢的味道 那接着彭博士 就是我们刚刚看的画面 是一样 那这样子好了 美国要台积电到美国建更多金融场 你会阻止吗 哇 这根本就不演了嘛 对不对 你讲清楚了 你挡不挡 他就说了 但其实你说台积电 如果选择在美国或其他国家开展业务 是台湾经济实力的扩展 我积极看待 不反对 不反对 反而总而言之 这算是这个台商在世界各地开支赛业 算好事 算好事 那美国这时候就继续问 彭博就继续问 你希望世界了解你的哪一方面 就说你毕竟赖兴德在台湾很有名 可在国际上 因为他还没有正式接台湾的领导人 到底你是什么样的人 你的人格他只是什么 给你一句话来形容 我是个理性稳健的领导者 哇 我没有报充 我不是trouble maker 我不会台读 我是理性稳健的领导者 其实感觉起来啦 赖兴德这个专访里面 字字句句都透露着在跟美国面试的味道嘛 最后一句 够意思喔 因为前面都过关才会问这一题嘛 你希望国际如何帮助台湾嘛 对不对 你前面都过关了 我才问你的需求清单是什么嘛 赖兴德就说 一这个稳固台湾的邦交 不要再断交 再断交扛不住 这第一个 第二个 协助台湾国际采与世界卫生组织啊 国际民航国际刑警等 第三件事 追悟时 帮助台湾在印太地区维护和平稳定啊 军队赶快来喔 要该守的要守住 所以说你可以仔细看喔 这个专访真的蛮有趣的 看起来就是一个 赖兴德副总统的日常 哇 接受很多媒体专访啊 这看起来是日常 可其实喔 彭博每一个问题都问到点上 而这个问题都 攸关于赖兴德 如果未来成为台湾领导人 你面对所有关键事情的态度 会不会独立 移不移美 台积联可不可以去美国 你的人格特质 最重要是哪方面 哇 每个都问到点上嘛 所以这个专访 我们才会在特别在这边跟大家分享 好 是从刚刚看到 Bumbo这个深度分析了 拜登直接说 中国是定时炸弹之后呢 可能后续的政治跟经济的影响 但是中国真的还接二连三的炸 上个礼拜炸的是币过源 今天炸的是中融体系 同时呢 这也冲击了人民币的离岸价跟债岸价 跟着贬值 而亚洲股会是今天事实上也受到拖累 对 主持人提到说 是不是在中国版的这个雷曼兄弟 风暴会爆发 市场联邦兄弟风暴爆发 是由从美国的房地产传导到 美国的金融体系之后 爆了一连串的这个效应 那我们看到之前的这个恒大 或是之前的碧桂园来说 对金融体系的影响并还没有检线出来 那现在最新的消息是 他们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基金理财公司的 中融体系呢 中职的集团旗下的这个中融 已经受到影响 所以看起来某些程度 已经传导到了金融体系 那就有可能会累积成所谓的金融风暴的这个可能性 当然我们要持续观察 好了 事实上这件事情来说的话 我觉得拜登是不是已经提前预告到了 为什么这样讲 你看拜登在上个礼拜 他出席这个犹他州的这个募款餐会 可以说真的 就是他跟他讲话的人 就是募款给他的人 那那些人来说 当然就是自己人嘛 他就勇敢的说 他说中国目前面临到高失业 还有所谓劳动力老化的问题 中国陷入了这个麻烦 然后中国在很多情况之下 都变成了一枚定时炸弹 然后他就说 这不是好问题 因为为什么 因为当坏家伙遇到麻烦事的时候 他们就会做坏事 所以显然他是这样说 那在六月的时候 他也出席另外一场这个 这个募款餐会的时候 他也说习近平是个独裁者 所以显然他在面临他自己人的时候 他会说很多真话 好 那因为他公开的批评了中国的这个经济 像是一颗定时炸弹之后 中国当然也不 马上跟你回应 中国有两个媒体 一个是新华社 新华社马上就说 你这个你唱衰中国 你只会反复碰壁 他说你想要用所谓的政治操作 去寻找这个 这个你这个经济的不好的这个根源 而不是转嫁矛盾 自欺欺人 你看新华社批评这个 这个拜登 那另外一个 这个环球时报 也马上就批评拜登 他就说什么 他说如果真的有所谓的 定时炸弹的话 那很多都是你美国在全世界 埋下了这个状况 所以你就知道 事实上现在为止来说话 美国跟中国为了这个中国经济 到底是不是定时大战 双方是吵了起来 好 那我们先不论说他们吵了是对还是不对 我们先来看一下 如果以今年的这个股市的这个状况来讲的话 你可以看到 今年很多国际上的股市 其实表现并不差 但如果你只去看上证指数 或是深圳指数 今年的表现其实都并不好 今年都是一个负衰退 负成长的一个状况 那你更不用讲 今天早上的恒生指数 一度跌了两%多的一个数字 虽然最后他有拉起来 但是也是跌了一%多 那香港国企股 也是重挫的一个局面 那美元指数是在往上升 人民币是在往下扁 所以你可以看到说 中美之间谁经济好 谁经济不好 其实你从股票市场 从汇率市场 你就可以看得一清二楚的一个状况 好那我们就讲 为什么现在我认为说 中国的这个所谓的雷曼兄弟时刻 可能真的如同拜登说的 定时炸弹 慢慢慢慢的可能要引爆了 为什么 第一个 这主要原因是因为 在这个八月十一号的晚上的时候 中国有两家上市公司 一个叫南都物业 一个叫金箔股份 他们发表一个声明 就说我们有跟这个中融 信托人买一个所谓理财商品 结果没想到 我们没办法收回所谓本金 还有我们的利益 所以也就是说 我要跟他要求赎回 那你要付给我的利息 也没有付 也就是说中融已经出现了 他不要让你付款给你的一个状况 那以言下之意 就是他资金锻炼 或者资金出了问题 就是他流动性的问题 你要赎回你拿不到钱 通常以简单的来说 如果一档基金 他不让你赎回 就表示他快要报了 我们以前那种吸金案 就是到最后他就说 我们不能够让你赎回 那就是要挂掉的钱 所以简单的来说 他们跟中融信托买了很多商品 现在已经没办法输回 那那几款商品 目前为止 大概都已经可能会 打水漂的一个状况 好那为什么这个很重要 因为中融信托是中指 中指是个更大的公司 他旗下的一个这个信托公司 他主要中指体系涵盖 所谓的金融投资 财富管理 还有这个新金融等等 他整个中指体系规模 规模资产高达四点四兆台币左右 所以一旦中融出问题 往上传导到中指的时候 那个影响会非常非常巨大 那你想到这个 跟这个有什么关系呢 因为说实在 过去这个对于中国的影响 现在我觉得开始慢慢慢慢会显现 因为中国的房地产是这样子 就是假设我恒大碧桂园 我要土地的时候 我要土地要跟谁借 当然跟银行借嘛 我要盖房子我跟谁借 我跟银行借 可是问题是 这几年银行已经开始紧缩了 他不借给你 那怎么办呢 他们就用所谓理财商品的方式 就可能由中指他来发 或者说来发一个理财商品 然后呢 我借钱给这些所谓的这个银行 借钱给所谓的这些建商 甚至我入股这些建商 所以为什么 你看一下 为什么他会报问题 因为碧桂园 已经有非常多的这个债券 开始停牌 也就是过去买这些的 其实就是这些理财商品 那就变成是一个传导效应 就出现了嘛 他们完全连接上了 所以我才说 这是个骨牌效应 慢慢慢慢 已经全部都连在一起 那现在就是 那你想说 那现在下一步怎么办 现在大家都在等下一个风暴 什么风暴会出现 一旦房地产 再大幅下跌的时候 这个风暴会越滚 就真的就完全来临 那你说现在会不会 这个房地产会不会跌 不会跌 因为为什么 因为现在像为什么 碧桂园会没办法拿出钱来 他没办法在二三线城市 卖他的房地产 因为二三线城市 房地公司 说你不能给我卖 你不能够低价卖 你一低价卖你就完蛋了 所以现在就变成是说 中国人全部现在都在等 那个到底谁 开了第一枪之后 让房地产拒幅下跌的时候 那个骨牌效应开始减现 所以才说目前为止 真的这个中国的经济 恐怕爆雷的前夕 我们已经快要看到了一个状况 那岳总所以呢 中国这一回合的 这一个金融风暴 现在陷入一个直接的恶性循环 上个礼拜先挂的是碧桂园 紧接着周末碧桂园说 11个相关的债券 反正赖账了 不付了 不付之后就会拖累金融体系 金融体系金融机构 显然就要吃贷账了 所以中值体系到底吃多少贷账 现在是个大问号 可是中值体系就说 我也没钱 我也不付 所以客人要来赎回基金 要来赎回信托产品 他就是摆烂没钱 所以这个没钱的流动性风暴 是一环扣着一环 没有错 大家看到很大的事情 都觉得已经很大条了 结果再报一个碧桂园 觉得碧桂园已经够大了 没想到还有一个更大的 我们就一一来讲 我们现在看到碧桂园的问题 碧桂园在上礼拜呢 两笔的债券的利息付不出来以后呢 就在这一上周又再次宣布说 他有十一档的债券跟你说 2024年6月才到期 现在就跟你说我不付了 停牌了下市了 也就是说你2024年6月 距离现在将近一年的时间 他就已经跟你说我付不出来 那可见这个洞有很大 那这个金额直接是157亿的人民币 听起来这个金额相对于 整个碧桂园的负债 1.65兆人民币来说是小事一件 可是现在担心的是 你如果连环报 整个碧桂园倒掉的话 那问题就很大 所以你看到中国大陆说 碧桂园是宇宙最大房企 你不要觉得他们很夸张 以直接数字来说 大家如果看资产 你会觉得恒大比较大 可是恒大是因为有 他有很多很多不同的产业 可是碧桂园都专进在房地产 所以去年来说 他推出的建案 整整是恒大的四倍之多 以数量来说 恒大代只推了700多个建案 这个碧桂园是推了3000个建案 所以整整四倍 那以实践的营收来说 碧桂园已经连续六年 都是中国第一 即便去年大幅的衰退 但是还有4600多亿人民币的销售 所以你看到碧桂园 他倒了这么多债 但最直接的是 如果碧桂园自己倒的话 他自己的员工大概是22万多人 可是靠他吃饭的人 哇那不得了了 现在有学者出来统计 大概以产业来说 至少60个产业 大概也知道 营建业就是我们常说的 这个产业的火车头 所以很多的 不管是各种建材 相关的服务等等 所以统计会受到它影响 因此失业的可能高达上千万人 这个数字绝对不是随便说说而已 是真的有可能发生的 那问题就是碧桂园导人 那碧桂园的老板到哪里去了 这时候我们就看到 这个杨慧妍呢 就在这两天 他发了一个公告 当然就出来道歉 也拜托大家要帮他 可是只有发公告 那里人在哪里 要知道杨慧妍 他其实据说有 塞浦路斯的黄金护照 他有没有可能 人已经落跑了 没有人知道 但是直接的 碧桂园的股价 还在直直落 以今天来说 又跌了18%多 所以我查一下他的市值 现在大概只剩下 220亿 以今天的收盘来说 但是他高峰的时候 是4700多亿人民币 也就是说 现在的市值 大概只有当初的5%左右而已 那另外呢 你如果以为 碧桂园的问题就很大了 我跟你讲 更大的问题 是现在要报的 这个中值系的部分 那媒体都说 他是中国版的雷曼 那事实上真的是很像 首先这个中值系 在做什么事情 他就是一个资产管理公司 也就是发各种金融商品 人家投资人来买 是不是跟雷曼 基本上很像 第二个 他的规模 好 整个中值体系呢 他这一次出示的 这个部分 中榮呢 其实他只是他 众多的分公司中的一个 而且还不是最大的 他底下还有四大资产管理公司 包含了恒天 新福 大唐跟高层 其中光恒天管理的资产 是1.5兆人民币 新福的管理资产 是1.3兆 所以换句话说 整个中值系 他所管理的资产 是超过3兆人民币的 因为这次中榮 信多他目前只付的产品是3500亿人民币 所以你看相较于他其他的这四大资产管理公司来说 这个中榮真的算是小的 所以你想如果他今天整个体系全部垮了 他的总管理资产超过3兆 那雷曼当初倒的时候呢 他管理资产是6000亿人民币 如果以现在的汇率来换算的话 大概是4兆多人民币 所以你说他是中国版的雷曼 真的一点都不为过 那再来就是他为什么会倒呢 如果用比较远的原因来说 是他的老板谢直坤 在2021年底的时候 突然说心脏病死了 可是就在这两天传出来 有两种说法 心脏病死掉是 其实是被习近平炸死的 为什么 其实就是刚刚世聪所说的 这一波的很多事情 其实都跟他们有关系 因为这些地产公司 借不到钱就早上他们就 发了一大堆技能商品 帮忙借钱就这个楼子头这么大 所以习近平很生气 就把他刺死 这是第一种说法 第二种说法说 谢直坤有可能人 已经跑到加拿大去了 因为他其实有美国籍 那原因怎么样不重要 重点是他的影响 我们刚刚讲的 第一个他管理的资产 是超过3兆人民币的 以客户数来说 个人户有15万 法人的部分是5000万 他往来的客户 其实就跟雷曼很像 其实都是有钱人 一般求人不会跟他打交道 所以很重要的 你居然看到 国务院宣布成立 紧急危机化解小组 你看到爆了这么多气焰 都没有听到国务院 做这个动作 结果你现在居然要做这件事情 显然中国觉得这件事情 真的很大挑 那更糟糕的是 明明你都要出事情的 结果你还在猛推你的商品 你目前能够推到的就是 他旗下的子公司 叫这个显衡国际的 在4号的时候 其实就已经公告了 就8月4号就已经宣布说 我已经要止付了 结果就在这前几天 居然这个中龙公司 都还在推商品 简单讲他像老鼠会 他已经还不了钱 付不了他的这一些 高收益的产品了 结果他还在吸金 没办法嘛 他一定要挖东墙 补西墙 一定要有人继续买嘛 所以这就是一连串的问题 好我们稍后回来 月中我们刚看到的是 布文伯的专题记者 在专题分析探讨 中国的房产泡沫 这一回合真的很难拯救 而以今天来讲 入港股再度破底 最主要原因还是因为 碧桂园的事情 还在持续延烧 即便碧桂园 昨天紧急出来发布 这个财报 我想这个真的是 越讲问题越严重 因为他说他今年上半年 预估大概会亏 损四百五十亿到五百五十亿人民币 换算成台币 就是至少两千亿起跳 而且他上半年 只卖出二十七点八万套 那去年全年是七十万套 他说哎呀 今年有信心 可以卖出七十万套 请问你现在发生这种事情 还有谁敢给你买房子 想也知道嘛 所以现在这个问题真的是 我想这个中国政府 也不可能出来救 因为恒大都不救了嘛 那你有什么道理 要救碧桂园呢 那所以说我们必须要注意到的是 台湾其实也很多金融业采雷 旧金管会现在发布的资料 我们台湾的这个金融三页 就是正确银行 本投信呢 大概是采雷是三点零六亿 可是如果以基金 因为基金很多是境外基金 又有六十四档 一共有十七亿 如果加起来的话 其实有超过二十亿的 那当然比较直接就是 有两家银行有卖他们相关的债 那客户大概买了七千万 另外还有一家银行放款 二点八六亿给他 我想这些都准备刷在蛋了 那另外恒大的问题 当然也没有解决 恒大又在公布了 他们去年的财报 说去年我亏损只剩五百二十七 听起来比比这个避贵还要少一点 可是问题关键在于 你他的整体负债是有比之前少一点 但是还是高达一点八兆多 恒大恒大之前是说 他有二点四兆的负益 现在是一点八三三八兆 那比这个碧桂园的一点七兆 是少一点 可是都是天文数字 更重要的是你公布这个财报 结果很关键的是 会计师没有签证 表示会计师根本怀疑 你这个财报是有问题的嘛 所以接下来他说 哎呀我要要这个 既可能要保交啊 要活化资产啊 要降低我的成本啊 说这些都没有用了啦 因为整体大环境就是在崩坏嘛 好我们看到一个数字哦 这很夸张 申俊光过去一个月 高达一点三万户的房贷户 他拒缴房贷了 理由很简单 因为房价跌到 比他的房贷金还要低嘛 那我为什么要缴 我缴这么多房贷 结果这些房子的价值更低 那甚至北上广深四大城市 城市加起来高达十四万户了 那整体房贷金额已经是一千四百兆 你实际的中国官方的统计数字说 告诉你七十大城市只剩三十一家 三十一个城市的房价还有在涨 如果只看二手屋就是中古屋的部分呢 更只有七个城市还在涨 好那这时候呢官媒就出来消毒说 哎呀没有这个数据不准啊 那中国的经济日报他就说呢 哎呀这个不良贷款的 这个呆账率只有零点二三趴 就我的认知 在没有这些事情以前 早就都是一趴起跳 怎么可能现在只有零点二三趴 那所以中国政府当然要出来救 所以我们看到从724号 中央政治局就已经说 要优化房贷政策 727号住建部又出来说 要降首付跟利息 而且要推这个认房不认贷 那729呢 北京就说要放要放宽限贷 可是你看这么多的单位 说了要做这件事情 可是具体的方案是什么 完全没有讲 所以现在地方政府就在说了 你都说要怎样怎样怎样 可是到底要怎么做 你都没有说细节嘛 只讲了一个大目标 你说你要你要放松 到底要放松到什么程度 你都不讲 所以呢地方官员就说 哎呀你说了我们又不敢做 做到时候不对 那可能会很惨 所以呢有国内的学者就说 中国现在经济就面临三大问题 这也都是我们所熟知的 内需消费不振嘛 那投资没有人要投资嘛 那出口我们在这两天也讲过了 越来越糟糕嘛 你现在整个中国就靠两件事 你再撑 一个就是银行放款 第二个就是举债 可是问题是银行已经放到 不敢放了 举债也举到你举不起来了 那请问你怎么办 所以你这些方法 就算你能够做 都只是所谓的夜客模式的疗法 我们知道夜客模式 基本上只能续命 根本就救不了命了 所以呢中国 你这个问题能够撑多久 所以今年的经济成长率 看起来好像不错 告诉你低标五% 上那个高标 可能可以到六%多 问题是这是去年基期低所衬托出来的嘛 你接下来还有办法这么高成长吗 显然是不可能的事情 好那再来就是我们看到这个 更不要说美国以及西方国家 对中国的这些管制越来越多 那现在呢 有美国的智库就更进一步提到说 不是只有这样子 西方国家能够对中国的制裁 还有很多项 就这个美国智库统计 有高达四百一十二项的关键商品 其实是掌握在西方国家里面 而且中国非常非常的依赖 譬如说我们过去都觉得 太阳冷几乎就是中国把持嘛 可是呢 这个报告里面是说 太阳冷电池里面很关键的银粉 基本上是美国 日本跟韩国所把持住的 那再来大家都知道 中国的电动车的电池 掌握全世界八成的销量 可是这个电动车电池里面 要用到的镊片跟镊粉 百分之八十六是掌握在澳洲 加拿大跟英国的手里 那这些关键的东西 如果我今天制裁 那你这两个产业不是也是要完蛋了 所以现在更进一步 英国五眼联盟成员之一的议员 就出来讲 下一波大家可能要注意到的 就是对中国电动车的制裁 因为他提到两个理由 第一个是中国 我们知道中国电动车 真的是很厉害 没有话说 以全世界去年的销量来说 六成都是在中国 那以出口 他占了全世界百分之三十五 更不要说把持了百分之八十的电池 所以如果中国真的要把他的电动车 都卖到其他国家去 跟欧美国家同等级的车子比起来 他至少便宜一万欧元 那你没有竞争力 那这还是小事情 更怕的是什么 自然 大家也知道电动车上面有很多sensor 可以到处侦测 所以这个英国议员就举实践例子 英国部长的座车里面 居然找到 他的定位系统居然是中国制的 那不止这样子 他说包含了宾市BMW保时捷里面 也都用华为的相关的驾驶的智慧 驾驶系统 那这些车量加起来 至少有一百五十万辆 这是个大问题 所以他们建议说 你要全面封杀可能比较难 但是我们可以利用高关税的方式 让中国的电动车 没有办法很容易的卖到外国去 所以这是一个大问题 那再看到说中国人民的所得 我们在之前讲过 其实中国官方自己说 整体的中国的民众的月所得 基本上都在三千人民币以下 那现在北大光华学院的院长 听清楚 光华管理学院是很厉害的 他的院长刘翘就出来说 中国更担心的是 有高达二点八亿人 月所得只有七百人民币 所以之前有很多的 这个研究机构说 哎呀中国现在是一个低欲望社会 低欲望社会指的是 我不是没钱 我只是不想花钱或者是我担心未来 可是这个刘翘院长他就说 哪有这种事情 基本上是根本没有钱可以花 所以他建议中国政府干脆 这些人一年补助一万块钱人民币 那至少这些人拿到钱 是真的会把他花掉 好那再来就是中国的失业 也不是大新闻 不是新闻了 可是现在居然传出 重庆的某大学校长 在毕业典礼上直接跟毕业生说 哎呀你们找工作 不要挑战检士 有工作做就好啊 那甚至现在传出来哦 好很多中国的大学 我们知道中国大部分大学 都是国立的吧 所以呢这些国立大学的 这些管理者 现在呢他们的KPI 跟学生的就业率 划上等号了 甚至比如说湖南的教育厅 就直接说 如果你的毕业生呢 有超过二十% 没有办法找到全职的工作 你就给我交报告 那四川甚至就说 就业不好的科系 就干脆直接裁掉吧 那最糟糕的 那这些当然 年轻人还要自己自救吧 那怎么自救呢 没有钱 想办法 我原本租房子的 我就把我的床位 翻出来跟人家一起住 注意哦 不是共住一个房间 是共睡一张床 哇有够扯的 你不要以为是 是开玩笑的 网路上真的很多出来 相关的这些 真床有的 那所谓真床有 不是说你睡上 白天我睡晚上 不是 是跟你说这张床 两个人一起睡 所以他们要求 不能打呼 不能梦游 当然不能带男女朋友回来 结果就有网友出来吐槽说 我现在呢 连在我自己床上 翻身的选择都没有了 这真的是一语双关啊 所以你就知道 中国当下的问题